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 那一定要你一直不断的尝试去喝它 然后才会知道它哪时候达到它的高峰期 哪时候然后衰退 然后哪时候就是结束它的生命 那我们就今天简单一点 我尽量简单化 我先把台湾常见到的葡萄品种 把它分成初期中期跟晚期的香味 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决定 它的赏味期是否是你喜欢的 赏味期除了吃下去会死掉之外 还有就是你吃下去觉得好不好吃 这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先从白酒开始 那在德国还有法国的阿尔萨斯 都很著名的一个葡萄品种叫Riesling 然后最近也慢慢越来越红 雷斯雷 那Riesling它在早期的时候是花香 然后甚至于一些热带水果的香 然后矿物质都是属于石头的那种味道 OK 那甚至于有一点点铁的味道 这是它年轻的时候Riesling会呈现出来的味道 那到了它中期的时候 那这个中期可能是五年可能是十年 OK 因为Riesling你不要忘记 Riesling还有分便宜的跟贵的 葡萄酒都是这样 它有储存橡木桶葡萄收成好不好 但是呢我们所谓中期大概是在十年以内的中期 五年以上的白酒的Riesling 那大概会慢慢呈现出一些梨子啦 然后呢慢慢慢慢呢 那个会呈现出它的项目味会越来越明显 那为什么它在成年到中期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项目会越来明显 因为如果这个Riesling有储存橡木桶 那它在早期的那种花香味会慢慢衰退 那当花香味衰退的时候 项目味就会提升 会让你更明显闻到 然后到老期的时候呢就有蜂蜜的味道 OK 所以这个就是Riesling的整个的一个初期中期老期 再来讲到Sauvignon Blanc Sauvignon Blanc呢 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一个葡萄品种 喜欢的非常爱 不喜欢的都喝了就觉得 OK 那Sauvignon Blanc呢在早期的时候呢 年轻的时候呢 是很像草味 草皮哦 就是grass 草皮 草皮带一点点莱姆的味道 OK 这是它Sauvignon Blanc早期的味道 那如果一些新世界国家早期的Sauvignon Blanc 会有一些百香果 或是一些红辛巴辣的味道 OK 像这次Kim Crawford 就有红辛巴辣的味道 它是来自于纽西兰 那慢慢慢慢沉淀到中期的时候 就会产生出水蜜桃的味道 然后呢 甚至于一点矿物会出来 然后当然 花香它的这个年轻味道的 第一层香味降低的时候 第二层香味就会明显了 所以橡木味一定会出来一点点 然后到了老期的时候呢 就是有辛辣的味道 Spices 然后还有当然很多白酒到老了 都会有蜂蜜的味道 OK 所以呢 这个是属于Sauvignon Blanc 那Charnay呢 Charnay在早期的时候呢 就是葡萄的味道 OK 我每次都开玩笑 我说Charnay最大的特色 就是因为它没有特色 它就是葡萄 那 当然葡萄呢 如果你硬要分出来 会有点苹果 那当然因为它的酸度的关系 所以会有点蓝木柠檬 所以这个是Charnay在早期的时候 它的味道 然后一直到中期的时候 慢慢会研发出一些奶油 烟熏 香草 然后到了晚期的时候 跟其他的白酒都很像 就会产生出一些蜂蜜跟辛香的味道 OK 所以这是白酒 所以到底哪一个味道属于你的呢 你自己决定 现在我们讲红酒 红酒呢 那我们先说Pinot Noir好了 来自Bringaudy 这支Charnay Pinot Noir呢 在早期的时候 比较多的是属于櫻桃 玫瑰花瓣 OK 甚至于有一点 如果说要找到一些草本味的话 是像绿茶 这种 在早期的时候 那它慢慢在成年之后 就会产生出咖啡 然后呢 再来一些香草 因为橡木桶成年的关系 就会有香草 跟烟熏的味道 那到了老期的时候 Pinot Noir呢 会变成是什么 香菇 Truffles 还有皮革 的味道 OK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Pinot Noir 那再来呢 我们讲的另外一个 也常常最有名 意大利最多皮肠皮肠 叫Sangiovese 那Sangiovese 在早期的时候 就是樱桃啦 然后草莓啦 就是like 你懂 很花蝴蝶的 可是呢 到了这个中期的时候呢 它慢慢就会产生出一些肉桂啦 好像 而且咖啡 可是咖啡是像Expresso OK 就是这个浓缩咖啡 然后到了晚期的时候呢 就会 丹宁味就越来越出来 然后呢 像一些皮革的味道 红酒都很像 红酒到老都会有皮革 白酒到老都会有蜂蜜 好像皮革啦 巧克力啦 这种坚果的味道 OK 所以这个是Sangiovese 所以其实啊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各有特色 到老的时候都差不多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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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 买到红酒到老了就是皮革就对了 白酒到老了就是蜂蜜 OK 那所以Cabernet Sauvignon 年轻的时候 一样会有很多 herbaceous 就是一些草本味 然后像末台味 然后呢还有一些 这个黑加利的黑莓的味道 到了中期的时候呢 又会产现出很多的肉桂 很多的香草 然后像咖啡 OK 到了晚期的时候呢 就是皮革 所以你没发现吗 我讲到最后 年轻的时候 哎 有差别哦 可是到了老的时候 白的就是蜂蜜 然后呢 红的就是皮革 大概是这个样子 需不需要买回来 30年后 或20年后 再去喝去感受它 我觉得大可不必 OK 因为世事难料了 所以你怎么知道 你30年后 还喝不喝得到 所以呢 如果说你想要喝到老酒 你就去买一瓶老酒 来喝喝看 然后呢 再买一瓶中期的 红酒的老酒是20年左右 或以上叫老酒 白酒老酒是10年到20年 就算老酒 然后呢 中期的白酒是5年到10年 中期的红酒是10年到15年 那年轻的白酒是3年 5年以内 然后年轻的红酒是在5年左右 所以 你们可以拿来试试看 然后不见得老酒就是好 然后呢 也不见得年轻酒就是不好 每一个有每个的特色 像我个人都喜欢比较属于喝年轻跟 中期以前的酒 那 你们自己决定 只要你们觉得好喝就是好酒 也就是散威奇 所以 希望 你们如果喜欢的话 请订阅分享这个按赞 Cheers to everyone